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是5月6号 然后今天的计划呢是做大扫除 西南大大部分地区呢春天来的比较晚 所以我们一般也是等到5月初才做春季打扫 今天拍这个视频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督促我自己 尽快把屋子里啊院子里都打扫整理一下 准备迎接夏天 同时呢也希望带给大家一些打扫的动力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把家里的壁炉关掉 那很多人家里呢可能像我们家一样是用这种老式的壁炉 它呢是有一个palette应该是叫萤火 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关它就常年把它开着 其实每年到四五月份的时候就可以考虑把它关掉了 夏天真的没有必要开 而且呢每个月可以帮你省几块钱 现在我们家壁炉这个火 萤火是开着的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关掉 这里呢有一个Val红色的 先把它关掉 把气断掉 然后这边这个旋牛上面洗了palette 现在是在on把它调到off的状态 好你看现在火就关掉了 今天早上没有铺床 因为我想把床单拆掉洗一下 我们家一般都是每周洗一次 现在准备给床垫调一下位置 因为长时间是在一边它容易变形嘛 所以他们建议就是每半年给它调换一下 我们家对床垫特别重 必须两个人才搬得动 这个饭盒里也有好多黑层 我老公这边永远比我那边要脏 家里的西城岸拖地一般都是由我老公负责的 因为比较耗费体力嘛 然后剩余呢就是由我来 有天啊还有下面一层地毯 我们平时一般就是定期用吸尘器 或者扫地基给它吸尘 今天也是只吸尘一下 然后我们想等到天气再热一点 到六七月的时候 再彻底把它们洗一下 我们去年买了一台地毯清洗机 感觉自己在家里洗地毯还是挺方便的 擦家里的瓷砖地面我们用的是SWIFER的这个擦地的湿巾 它就这样一张又张的 我把这里有四个孔 我把这个脚塞到里边 它就固定住了 擦地板的话 我们是买了专门擦地板用的这种拖把 然后这个上面呢 是石墨地板专用的喷雾 把手那边按一下 它这边就会出水 感觉用它擦出来的地板还挺亮的 没储存呢 我是用了这样两个杆子 也都是SWIFER的 这个短一些 这个是比较长的 完全打开有这么长 像屋顶啊 或者比较高的地方 够不到就可以用它 就不用弯腰啊 或者踩凳子 用它们除成就轻松了很多 然后这两个呢 是搭配它们用的一次性挖布 这个杆子可以套两个在上面 像这样 在那边也很轻松了 就像这样 我们要再闯一点吗 是呀 我们正在踢的身体 是呀 我们要再闯一点吧 咱们正在踢的身体 也好 我们要再闯一点吧 你看这个出风口这里真的好多回 用这个擦碗亭管用的 看一刻就干净了 这边是没擦过的 这个百叶窗上的灰尘还是挺多的 已经发黑了 换一个新的 OK 继续 这次买的这个康南星花期特别长 好像已经两个多星期了吧 花都还开着 现在已经快晚上八点钟了 我们刚刚吃了晚饭 因为我是边打扫边拍视频嘛 所以就有点慢 不过除成差不多就这样了 然后我现在就准备擦镜子 然后打扫卫生间 擦镜子的话 我现在觉得就是用这个专门擦玻璃的windex 然后配一块干抹布就直接擦 之前尝试过先用湿布擦 然后再用干布擦 我觉得效果都不是很好 就会留下一道一道的那种印子 如果你们有更好的方法 也记得分享给我 这是一个电动的刷子 像卫生间水龙头周围 这里啊还有basin里边 很容易有水垢嘛 用这个去除就比较容易 它还有另外两个可以替换的头 如果擦这里的话 我觉得用这个小的就可以了 你看刷是不是还挺干净的 把另外两个卫生间打扫好了 感觉有点累了 今天时间也不早了 那剩下的就明天再说吧 先休息 今天天气非常好啊 阳光明媚的 SUM在下面整理院子了 他刚才已经把deck gutter里边的树叶啊 什么都清理干净了 昨天感觉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我们两个人把屋子里打扫的差不多 七七八八了 睡到洗澡前还把浴室又擦了一遍 厨房嫩坏 因为我每天做完饭基本上都会擦嘛 所以感觉还是蛮干净的 主要就是抽油烟机 可能有一年没有洗过了 等一下就是先把那个滤网拆下来洗一下 这是SUM前两天买的工具箱 然后gardening用的所有工具 就放在里边了 我买了一些草籽 因为天气预报说 这两天可能会下雨嘛 然后我们就想把草坪上拖的地方补一下 那我们家春季打草呢 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之后呢就陆续再做一些小修小补 把夏天穿的衣服啊鞋子整理出来 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赞 还有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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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